刚刚呢我们一起讲的这个Scrapy Redis的 DMOZ那个程序对吧 那么DMOZ那个程序呢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个程序里面 其实我们之前的CrossSpider没有什么区别 围的区别在哪呢 在这个地方多了这样三行 加上这里的一行 加上正的一行 多了这样五行呢 它能够实现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呢 这样一个基于Redis的持久化去存的功能 或者叫增量式凯能这样的功能 对吧 持久化去存 为什么可以持久化去存呢 因为你们多了一个Redis 它能够把之前爬过的require对象指纹 存在这个Redis里面 那下次程序提供起来 它会通过这个Redis来判断这个 优劳阶纸之前有没有爬过 对不对 那么持久化就是什么意思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之前爬过的优劳阶纸 它后面不会再爬 所以说是一个增量式的爬虫 一个基于优劳阶纸的增量式的爬虫 对不对 那么到底在我们Scrapy里面 在我们Scrapy Redis里面 它到底是如何实现这些功能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那对应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的圆码 首先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是什么呢 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是 SetPackage里面的Scrapy Redis 第一个就看这个PIMLINE 因为PIMLINE比较简单一些 我们就先看一下PIMLINE 在这个地方对吧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PIMLINE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里面呢 我们知道 一个PIMLINE 我们看它要看什么呀 是不是ProcessItem呀 这个方法我们非常熟悉 对不对 就是它 它现在干什么呢 通过它能接收 从其他PIMLINE 或者从引擎传过来的Item 对不对 顺便它会把Spider传过来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里面它做了一个事情 它Return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Deferred to Thread 这个方法呢 我们也不用管它干什么 但是我们大致可以明白呢 它估计做的事情呢 就是将一个线程 帮助我们 把后面这个参数呢 交给前面这个函数去处理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这是个函数 在这个位置对不对 ProcessItem 这个ProcessItem 接收一个Item 接收一个Spider 我们看它做的事情是什么 首先通过这个方法 把Item和Spider传进去 反而这个K 这K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Rpush的一个K 堆它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知道 它就是往堆这个键里面呢 放出数据 对吧 这个键是什么呢 就是它通过我们的Spider name 然后生成了这样一个 字符串对不对 看是不是字符串 因为是百分号 所以CFK这个地方 肯定是一个字符串 对不对 里面肯定放一百分号 那放进去之后的效果 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刚刚我们在我们的 这个地方看到这个效果 比如说这个地方 DMOZ Items DMOZ 这是不是就是爬虫名啊 这后面是Items 这个名字对不对 所以这个方法也是一样 这是键 然后值呢 它放一个Item过来 这个Item它通过这个方法呢 把这个Item做了一些处理 处理成什么呢 处理成一个Data 这个方法叫 Serialize 对不对 Serialize这个方法 翻译中文 是不是训练化的意思呀 是不是训练化的意思 那训练化它怎么训练化呢 那首先我们Item如果是个字典 最终存到我们这个Rest里面去的时候 是生成了字符串的 所以它中间这个地方呢 可能做了一些 比如说 Jason Dump的操作 把它转换一个字符串 对吧 如果它是个Item这样的类型 如果它是个Item的类型 那肯定也是先强制把它转换一个字典 然后再转换一个字符串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Serialize做的事情 那么最终呢 就是生成了一个Item的数据 以及我们的键 对应的往这个键里面 放入这个数据 它是怎么放的呢 通过Rpush这个命令 对不对 那看到Rpush 你就知道肯定对应这个列表 对不对 用Lpush从左往右放 Rpush就是从右往左放 对不对 那么前面Server的Server 你可以猜出来 它估计就是一个 和Realize的连接 对不对 这个连接呢 通过Rpush命令 往这个键呢 放入这个内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所以说这就是 我们RealizePipeline做的事情 就是把我们的数据呢 存到我们的Realize里面去了 如果大家自己来写的话呢 大家估计也能写出来 对不对 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在里面 对吧 那么这是RealizePipeline做的事情 那么除了之外呢 我们还要看一下 看什么呢 刚刚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在这个setting里面 多了这样三个内容 我们刚刚看到是这个RealizePipeline 那对呢 还有个什么呢 Dumfilter 它用的是 ScrubReduce下面的Dumfilter 下面的RFPDumfilter 我们看一下这个Dumfilter ScrubReduce 这是ScrubReduce 对不对 它下面的Dumfilter 里面有一个RFPDumfilter 是不是它呀 那看 大家从哪开始看呢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什么呢 做的request thing Return true if request was already seen 返回处 如果这个request对象 已经被看过了 已经被看到过了 什么叫已经被看到过来 已经看到过了意思 就是说 我之前已经从页门上 把这个URG纸 提出来了 然后顺便构造成了 request对象 就这样一个request对象 那这个request对象呢 就在两种情况 第一种 它已经把它请求过了 第二种 没有请求过 但是已经放在了 带爬锁的对面里面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情况呀 一个是准备爬 一个是你爬过了 对不对 这就是看过了意思 那么看一下 它是怎么反复处的呢 首先它调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Self the Fingerprint Fingerprint是不是就是主的意思呀 它扯了一个request对象进去 对不对 然后呢 它调用这个方法 是不是就在这 Self the Fingerprint Request the Fingerprint 是不是就是它呀 它做了什么呢 Return a Fingerprint for a given request 把一个给定的request对象呢 仿一个指纹 这个指纹是不是在这 return了呢 return在这儿Fp接受了 所以这个Fp呢 是不是就是指纹呀 那这个指纹是怎么生成的呢 它调用这个方法再生成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在这个地方 对吧 这个方法呢 传了一个request进去 然后呢 include header 默认是难指 对吧 这个地方提示 return the request fingerprint 返回request对象的 指纹 对吧 那下面有些描述 我们先来看一下 request对象指纹 是一个哈西 唯一的标识出 这个资源 request对象指纹的资源 对不对 举个例子 这下面两个URG指 看下面两个URG指 这个URG指 和这个URG指的 字符串是一样的吗 字符串是一样的吗 这两个字符串 是一个字符串吗 不是 但是呢 它指纹的资源 是不是一样的呀 就它的参数位置 都一样对不对 但是资源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它写的是 这个URG指 应该是唯一的标记 出那个资源的 而不应该标记出 这个URG指 对吧 所以可以想象到 它就让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后续在其他地方呢 肯定需要 这个URG指 做一下排序 根据参数 来进行一下排序 对不对 后面这个参数 是不是要排序啊 比如说按照这个字符的 升序而降下来排 排完之后呢 肯定顺序都是一样的 排完之后 这个URG指 和下面这个URG指 肯定是一个URG指 对不对 它们写的也很清楚 我们看一下 Even though 即使是这样 这两个不一样的URG 同时指向同样的资源 并且是相等的 它们应该返回 同样的Response 对不对 它们会返回同样的Response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它需要的URG指 做一些额外的处理 另一个例子 Cookie用来存储 SessionID 假设下面这个URG指 只能 只对授权的用户层的访问 就假设下面这个URG指 我们只有登录之后 才能访问 许多Cookie用来存储 SessionID 这添加了一个 随机的组成部分 到HTTP的起牛头 并且会导致 并且应该被忽视 当计算这个指纹的时候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现在我们用两个用户名和密码 去请求对方的一个网址 对吧 请求对方网址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的是两个用户的密码 那么 我们请求这个网址 它对应的响应 请求的时候呢 我们先说请求 请求请求的时候呢 现在资源是不是会不一样呀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请求的时候 我们除了URG指数之外 我们是不是还要带上Cookie啊 带上Cookie才能请求 这个URG指数成功 因为它是只有No之后 怎么访问的 是不是只有带上Cookie 怎么访问呀 那么Cookie里面呢 存放了有30ID 那么我有两个用户名 这两个用户的30ID 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对那Cookie是不是不一样呀 那Cookie不一样 如果说当我们计算 这个指纹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Cookie给带上来 那么带上指纹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呀 但是不应该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请求的是 一个URG指数 我们请求的是一个URG指数 但是计算中的指纹是不一样的 那是不是不应该呀 我们希望它一个URG指指纹是一样的 不然的话呢 就会导致 我这个URG被前面一个用户 请求过 那么后面另外一个用户 带上另外一个用户名 他还去请求一遍 是不是就重复了呀 我们是不需要在这儿重复的 对不对 因为已经请求过 就不需要再请求了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所以是什么呢 由于这个原因 Request header ignored 请求头被忽视了 在more的情况下 当计算指纹的时候 当计算只能在more的情况下计算指纹呢 这个请求头呢 是被忽视掉的 就是不会把它计算在里面 如果我们想要添加一些具体的header进去 我们可以使用increment header的参数 这地方就说这个情况 那么在刚刚这个描述里面呢 它说了两种情况 我们需要注意的 第一种情况就是 URG的参数不对应 对吧 这种情况就是 在more的情况下 并没有带上cookie 去请求 去计算它的指纹 因为不同用户 或者不同账户密码的cookie呢 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cookie带上 或者把这个header带上 去计算指纹的时候呢 就会导致 同一个URG 计算指纹不一样 但是同一个URG 我们希望它计算指纹是一样的 所以在more的情况下 它并没有带上header 明白吗 刚刚两个描述大家明白吗 不明白 这个时候大家明白 为什么 它在这个more的情况下 并没有把header带上 去计算这个指纹吧 因为一个指纹 是唯一的标记 出一个请求的 对不对 我现在有两个用户 这两个用户的cookie肯定不一样 但它同时请求一个URG 如果说我们带上header 去计算指纹的时候呢 这两个header是不一样的 那计算你们的指纹也不一样 但是现在我们是 它同时请求是一个URG 应该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说 在more的情况下 它并没有把这个指纹 给加上去 那么看一下 它具体是怎么生成这个指纹的 前面 eve已经困住了header 这个内容呢 more的情况下是没有了 对不对 然后就看直接看下面 看下面 FP等于haslib的sha1 haslib的sha1 这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先实力化一个sha1这样一个加密方法呀 这个方法我们前面是不是用过类似的方法 比如sha256对不对 在加密项目里面 我们生成加密密码 是不是使用sha256呀 是不是haslib的sha256 就好了对不对 这个地方只不够用了sha1 得到这个FP FP只不够update的东西进去 update什么呢 requested method 这是什么呀 请求方法对不对 什么请求方法呀 把这个请求方法转向着bass内心 update再进去 为什么要转向着bass内心呢 为什么要转向着bass内心呢 因为这个地方update它只能接受一个bass内心 其他内心是接受不了的 字符串它是接受不了的 明白吗 所以都需要使用 它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给它自己定的一个方法 把它找到这个bass 那么后面还有什么呢 传用了URL地址对吧 传用了URL地址 就是request URL 它首先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 程序从上往下 从右往左 从一往外执行 所以先执行里面了 对不对 拿这个URL地址之后呢 先做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这个方法呢 我们也不用去管他 但是我们可以猜出来干什么呀 是不是对一个URL地址进行排序啊 把URL地址拿了之后呢 让它参数进行排序 对不对 排序之后呢 找到这个bass内心 update它进去 然后再update它是什么呢 request的玻璃 这是什么呀 请求体对不对 是不是请求体啊 请求体只有Post的请求才有 这个请求是不是没有了 那给它请求的时候呢 它就是后面的内容 一个空字符串 那么update了这个内容之后呢 这段又是Include header 莫的情况是没有的 对不对 它做了后面这个事情 fp.hacksdigit 这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转换成16进行字符串呢 是不是呀 这个方法大家之前也用过 对不对 hacksdigit把它放到catch的 include header里面 然后呢 返回了catch的include header 其实返回就是它 对不对 明白吗 它是不是就是它呀 就是fp的hacksdigit这样的结果 然后返回去了 对不对 那返回的结果就是一个 刚刚我们在这里看到的 这样一个fp了对不对 fp是不是掉了它呀 它是掉了它 它掉的是这样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返回了十六斤的字符串 那就是呢 我们可以在apps里面来尝试一下 首先import hash name 对不对 那么f 我们叫个f 等于hash name d.sh1 那f这update 什么呢 我们update一个传承播后进去 我们看一下它报错了 对不对 update报错了 写错了 因为这 看一下这个地方 unicode must be encoded before hashing hash之前呢 先必须encode一下 那就encode一下 对不对 encode 这个是我们xhexdigit 大家看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刚刚我们reverse里面看到的内容 是不是很像 长度是不是很像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scrapping redis里面 默认甚至手的方式 通过sha1 甚至这样指 这个呢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后续可能面试官 他会问你 scrapping redis 如何生成的指纹的 hashingit sha1 scrapping 如何生成的指纹的 hashingit sha1 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程序里面 如何对数据进行去成的 hashingit sha1 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程序里面 如何对数据进行去成的 hashingit sha1 都是可以这样的说的 明白吗 而且也确实可以这样子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我们这个程序呢 它是把 请求方法 请到URL 地址 请求体放进去了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我们之前在通过request模块里面 我们都想要 想要对这个request 之前请求的URL地址进行一次去重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 请求的这些参数放进去 生成一个指纹 从到request结合里面去 然后下一次我们再拿这个URL地址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这个请求的这些方法 也一样生成一个指纹 是不是可以判断一下指纹在不在就可以了 明白吗 那么同样对我们之前一个数据也可以这样 我们拿来一个字典形成的数据 这个字典的数据里面可能有一些 这个建设对的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把这些重要的建设对的 就可以拿到 然后使用hashingit sha1 然后生成一个实指纹 然后把它从到request结合里面去 那么下一次 再来一条数据 我们也是把这些重要的建设对的 是这个指纹 它留下指纹在不在 如果在 因为这条数据之前已经存过 就不用再存了 如果不在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存一下 这个sno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呀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都用sha1 对不对 我们可以用sha什么呀 sha256等等这些方法 是不是都是可以的呀 我们看到hashingit里面呢 它有很多方法的 并不是只有一个sha1 对不对 我们看到里面有md5 对不对 还有什么sha244 256等等 这些方法都是有的对不对 所以这些方法我们都可以拿去用 去帮助我们生成一个指纹 那么比如说大家之前用过的hashingit里面 sha256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注意了 这是我们的 scrappy reallice这个模块来帮助我们生成指纹的方式 那么等一下呢 我们会去看scrappy 它如果生成指纹的呢 scrappy生成指纹的方式呢 其实也是这个方式 也是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 它是scrappy里面的request 看见什么 它调用的是scrappy里面的utility request里面这个request fingerprint的方法 这是scrappy提供的这样一个生成指纹的方法 只是scrappy statement调用了一下而已 它调用那个指纹 反回来了 是不是fp拿到了呀 fp拿到了 我们先往后看 它是怎么做的呢 sever.server.add.sever.k 这肯定是对应的这个键 对不对 存放指纹的这个键 这个键呢 肯定就是我们的downfilter 加上庞罗敏的那个键 对不对 然后呢 把fp传进去了 对吧 传进之后 它得到一个结果叫added 然后反和一个added等于0 这个结果肯定是个bore类型 对不对 要么是true 要么是first 它反为什么呢 return true ifrequest what was already seen 什么时候这里是个true呀 什么时候是true呀 是不是added对你的时候 是个true呀 是不是 added对你的时候 是不是我为true呀 这个地方 那什么时候added对你呀 它这个结果是为0的时候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这个结果为你呢 什么时候这个结果为你呀 这是sr的 是往一个集合里面 超出数据对不对 什么时候结果为你呀 这写得非常清楚 return the number of the annual added 0 if alls already exist 返回插入数据的个数 数量 如果数据已经存在 反过去0 没有啦 当数据存在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会返回0 所以这是我们使用集合 判断出数据是否存在集合的一种方式 这里呢它就是这样来用的 我们强行的往里插一次 如果发现它存在 它肯定返回一个0 如果不存在 它就能够成功的插进去 所以我们只需要碰到 它是否反过去是0 我们能够知道 它是否真的有插进去 明白吗 这个地方 所以说它返回 如果是0 表示数据已经存在了 数据存在的时候 反过0 0等于等于0 是不是就是处呀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return true if request was already seen 如果这个request对象的指纹 直接已经存在过 它就反过一个处 这就是什么时候 request对象 was already seen的意思 明白吗 指纹已经存在的时候 那么指纹什么时候存在呢 平时之前已经取得过 生成过指纹 插进去过 对不对 那么指纹是怎么生成的呢 还是那边杀外 对吧 这个地方明白吗 dump filter 去从 生成指纹 它是怎么生成的 明白吗 去从生成指纹 这个地方 大家明白 是怎么去从生成指纹的吗 明白对不对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看到 在我们的这个send里面 除了指纹生成之外 去从之外呢 还有一个schedulner 掉漏器对不对 那么对呢 我们也去看一下掉漏器 掉漏器我们看哪个地方呢 在掉漏器里面呢 有这样一行代码 在这个地方 close 这个schedulner 掉漏器关闭的时候呢 它会调用close这个方法 close这个方法干什么呢 if not self的prosist 这个方法 这个名字是不是见过呀 prosist是不是 刚刚给大家提过呀 比较直接化的意思 对不对 如果不直接化 是吧 self的flush flush干什么呢 就是这个方法 对不对 self的df cannier self的quinnier cannier df是什么呢 dump filter dump filter存在什么呀 是不是指纹呀 指纹会不会清空掉 对立 对立的存在是什么呀 是不是 代parter的quinnier 对象呀 代parter的quinnier 对象会不会清空掉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它会读取我们setting里面的 schedulner prosist的那个 参数对应的值 如果它会force的话 这条件是不是成立了呀 也就是不持久的话 这条件就成立了 对不对 不持久的话 就会在程序结束的时候呢 清空我们的指纹 清空我们掉漏器 里面 存放了quinnier 对象 那么下次在成立再启动起来的时候呢 相当于是新的一次 程序启动 全新的一次 对不对 之前是没有通过数据保留的 这地方你看明白吗 这地方能明白吧 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太难的东西 对不对 那么难的就难了 在这下面 这里有个方法 叫做inqueenrequest 这个方法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request对象 什么时候进入对立呀 是不是这个方法呀 inqueenrequest对象 就是request对象 什么时候入对 对不对 出来一个request进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个判断 对不对 这判断条件成立的时候呢 反为force 这肯定是不会入对的 对不对 当这个条件不成立的时候 才会反为出对吧 是不是前面不成立的时候 反为出呀 那么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条件 这里有一个request 在这儿 donald filter more的情况下 donald filter是true还是force more的情况下 是不是force的呀 donald filter与force 表示什么呀 表示过滤 对不对 表示要去从对吧 那么nort 加nort是什么意思呀 这个结果就出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结果就出了呀 那么看一下 前面这个违处 是不是后面也违处的时候 之前在成立呀 那后面什么时候违处呢 我们来看一下 self的dflrequestedsing requestedsing什么时候违处呀 刚刚不是讲的吗 这不这方不是requestedsing吗 requestedsing什么时候违处呀 是不是requestedsing requestedsing已经存在过 就违处了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地方呀 这个地方明白吗 就是requestedsing已经存在 指纹已经存在肯定就是已经 之前已经建了过这个requested对象 之前已经生成过指纹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是干什么呀 不会入对对不对 是不是不会入对呀 是不是不会呀 因为直接反过于force了嘛 肯定没有入对 当这个条件不成的时候 才会做这个事情 self的quaint的pushrequest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是不是才会入对呀 那么再来接着往后看哈 都能filter为force 然后这个地方还是为处 对吧 某种情况下 这个地方还是为处 对不对 那后面这个地方 如果为force 什么时候为force呀 后面这个地方 后面这个地方什么时候为force呀 是不是指纹不存在的时候呀 什么时候指纹不存在呀 是不是这个requested对象之间没有见过呀 什么时候requested对象没有见过呀 是不是就一个全新的url地址呀 全新的 url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这个requested对象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呀 就指纹就没有存在过 所以这个地方为force 这是会入对对不对 是不是会入对呀 因为这个条件不成立嘛 前面为处后面为force 这个地方结果就为force了对不对 这个结果就不成立 所以它就不会执行 那对象就会执行它 就会入对 这个是不是非常好能解呀 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url地址 这个新的url地址 我们把它构造成一个requested对象 这个requested对象必然会入对 必然会被请求 是不是呀 因为一个全新的嘛 之前就没有请过 为什么不应该请求呢 对不对 就肯定会请求 那么前面我们一直说的是 donald filter为force的情况 那么如果donald filter为true呢 就表示什么意思呀 表示不过滤 donald filter为true 这个结果为true还是force呀 是不是为force了呀 前面加个not呢 是不是为force了 它为force的时候 Kramer这个内容 不管它为true还是为force 结果通通为force 对不对 表示的是会入对 表示是会入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这是什么意思呢 您明白吗 当我们构造一个请求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这个请求的 donald filter为true了 它永远都会入对 会入对的意思是 永远都会被请求 不管之前有没有请求过 不管之前有没有single 看见过 有没有生存指纹过 都会被请求 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因为前面已经为force了 对不对 那后面不管过去还是为force 通通都是force 表示这些人不会执行 表示下面的会执行 下面会执行就是 sell of the printer push了 对不对 这地方能明白吗 这什么情况下 我们会用到这一点呢 就是后续我们在遇到像百度t8那种页面 它的数据 URG对内容会更新的情况下 大家想一下 百度t8我今天爬了一次 爬了一部分数据 那么在明天我们再爬的时候 数据是不是就变了呀 如果说过这个情况下 它会force的情况下 就会过这个情况下 我们那每一页是不是都不会再爬了呀 但是其实我们希望是再爬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每个URG的内容都会变 都会更新了 对不对 所以在百度t8这种情况下 我们希望这些URG能够被防部 爬的情况下的 我们就需要把它做通过Felter的 注意处 这能达到它防部爬的效果 为什么能达到防部爬的效果 因为在这个地方 代码就这样写的 通过Inqueer Request这个方法的 实现的就是决定 什么时候这个Request地项 会进入对面 还是不会进入对面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这地方能明白吗 这地方能明白吗 那么关于这点呢 我们在这里总结一下 总结什么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是第一重点 首先我们讲第一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是Request对象 什么时候会入对 什么时候入对呀 我们刚刚说好几点 东特Felter 等于初的时候对不对 TRUE 就是什么意思呢 构造 请求的时候 把东特Felter 作为初对不对 该URL地址 会被反复抓取 这会被反复抓取 不管之前有没有请过 对不对 就比如说UR地址对应的想内容 会更新的情况 我们就需要这样来做对吧 那么除了这个情况之外 还有什么时候会入对呀 还有什么时候 还什么时候会入对呀 是不是这个地方呀 是不是Request对象 RequestSign Request没有见过呀 就是一个全新的UR地址被抓到 是不是这个时候也会入对呀 它会构造一个Request的请求 对吧 这个请求它就会入对了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讲 这个Scrap里面 那个Spider的时候 Scrap的Spider 在这个Spider里面 它是不是有个StartUR地址呀 StartRequest对不对 StartRequest 这个是请求的是StartUR地址 StartUR地址的请求对不对 发送的StartUR地址的请求对吧 在这个里面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方法是这个地方 然后也是这个地方 它是StartUR地址是不会出的呀 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什么意思呀 表示如果说我们的首页 放的是之前已经抓过的UR地址 它依然会被抓去 是不是 表示是我们StartUR地址中的UR地址 即使之前抓过了 但是它如果再StartUR地址中 它就会被反复抓去 是不是呀 那比如说在第一次的时候 我们引起过第一页的StartUR地址里面 UR了 对不对 那下一次我们成立再启动的时候 如果在ScrapReddit里面 我们的首页是不是也会被接着被抓去呀 即使它之前已经抓过了 我们StartUR地址中也会被抓一页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如果说我们StartUR地址里面的UR地址 它就不会被去请求 那么程序是不是压根就不会启动呀 因为StartUR地址是不是我们的入口呀 我入口现在把大门关了 怎么能进去了 怎么能出来了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的 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 什么时候汇入队 就是UR地址在StartUR中的时候 这是汇入队对不对 汇入队 汇入队 就是不管 之前是否请求过对不对 为什么呢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构造StartUR地址的请求时候 通到Felter为处的对不对 通到Felter为处是吧 由于这个原因 所以StartUR地址它也是乱能够违反目请求的对吧 这地方能明白吗 能明白对不对 那么刚刚所讲的呢 就是关于Squad Redis里面 我们说的这样几个内容 在Squad Redis里面 首先我们第一个说的是关于它的PIMLINE PIMLINE那个地方就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ProcessItem把数据保存在了这样一个Redis里面 对不对 那么之后呢 我们说它去重怎么去重的对不对 Redis去重对吧 方法 那么它去怎么去重的呢 刚刚没讲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它生成了一个这样一个指纹对不对 Request Fingerprint 那怎么生成的话呢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生成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方法放到这里来 大家可以下来自己看一下 我们写个Python在这哈 那这里呢 首先它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默认情况还是没有的 对吧 相当于在这个地方 它Return了一个什么呢 LP的还有Digit 对不对 是不是就做了这样的事情啊 这地方能看明白吗 首先实力化一个沙万对不对 这是放入请求方法 请求方法 这地方放入什么呀 这是URL地址对不对 这地方是放入什么呀 请求体对吧 某种情况下它把这三个内容 使用沙万形成了一个 重新的字符串 然后呢把这个重新的字符串呢 存在了我们存在了 放在了我们这样一个 reist集合里面对不对 所以它具体的做了什么做呢 首先是使用沙万加密request 那加密怎么加密呢 就放这三个加密 对不对 加密request之后呢 得到指纹 到指纹之后呢 把指纹存在reist的集合中对不对 那存进去之后呢 那么下一次 新来 一个request 同样方式 申请指纹 然后呢判断指纹是否存在reist的集合中 如果存在说明这个request对象之前已经抓到过了 就不再存入了 对不对 如果不存在就放进去 那么下一次呢 就会去请求这样一个request对象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就把这个request对象入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那这是关于它如何来帮助我们生成这样一个指纹 这是这样生成的 这是生成 那么还有个内容是什么呢 还有个内容就是它这个地方写的如何帮助我们把数据存到这样一个reist里面的方法 在这个地方上 onfelter 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这个呢也比较有意思 所以后续呢 大家想要判断一个数据 到底在我们的这样一个reist里面存在还是不存在 在reist集合里面存在还是不存在 直接往里添加一次就好了 对不对 从这方就可以判断出来 所以这是什么呢 就是第三个 判断数据是否 存在reist的 集合中 不存在 插入 那这个操作要怎么做呢 就非常简单 就根据我们scribe-race它写的代码 我们去拿来用一下就可以了 这要抄一遍就好了 模仿一下 对吧 这种方式非常的好使 所以大家后续写代码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来写 对吧 我们用added 所以它用added等于您对不对 当然你可以写什么呢 不等于您 这什么意思呀 它返回true 当插入成功的时候 否则的话就是返回force 对不对 插入失败是返回force 但是不等于您的时候 插入失败就是force 对不对 那返回处是什么意思呀 插入成功了对吧 是不是可以这样的判断呀 直接往里插就行了 那得到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是否为您 判断它是否成功还是没成功 如果为您表示失败了 如果不为您呢 是不是表示成功了呀 这是它如何去生成这样的指纹 那刚刚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想什么呢 什么时候入队对不对 什么时候入队这个地方呢 也是在这样一个对面里 对面里哪个地方呢 调度器里面 调度器这个地方 然后就这块内容 我们也可以把它放过来 大家下来的时候呢 可以来看一下 这是request对象 所以说我可以把它放在这呢 可以放在这 就这个样子 地面这样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这个意思呢 不需要 对吧 就是这个样子 通过这一个条件 当条件成的时候呢 它是不会入队的 否则的话才会入队 这地方就是入队 对不对 这一句话 入队 对吧 这地方能看明白吗 能看明白吗 这个地方 什么时候会入队 什么时候不会入队 对不对 然后呢除了这个内容之外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就讲的是 我们的scrappy redis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scrappy 它是如何来去生的 对吧 那么对呢 我们去看一下scrappy 里面有一个downfilter 在这个地方 scrappy downfilter呢 里面也是有一个request scene的 看见到吗 这是scrappy的对不对 request scene 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做的 首先呢 它也是一样 调用了self的request fingerprint 生成的一个指纹 FP对不对 那指纹怎么生成的呢 它调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我们刚刚是不是见过呀 其实就是这个方法对不对 就是刚刚见过这个方法 一模一样的 说明什么呢 我们的request对象 也是通过它来生成指纹的 那生成指纹呢 它得到 之后呢交给FP FP呢 它再判断一下 ifFP inself.fingerprint 这是干什么呢 self.fingerprint 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一个集合呀 set 所以它就是一个集合 一个存在于内存的一个集合 对不对 它判断它是否有存在里面 如果在的话 那里存处 表现什么意思呢 这个集合里面已经存在了 这个指纹 是不是之前已经抓过来 所以就返回处 也是和之前一样 返回处 当它已经抓过了时候 否则的话就返回force 当然这地方没有返回force 对吧 它不存在的时候呢 它会做什么呢 它往这个指纹集合里面 添加进了 这个FP addFP 是不是添加进去了呀 添加进去之后呢 它还会做了这个 会面这个事情 ifself.fail self.fail就是什么呢 self.fail在这 对不对 这是盈利的函数嘛 self.fail的默认情况下 文案 对不对 什么情况下它会有内容呢 ifpass pass就是什么呢 可能一个参数 这是个路径 对不对 某种情况下文案子 当这个pass 不文案子的时候呢 做了这样的事情 open了一个pass 加上request信 相当于使用os.pass.join 把这个内容呢 和这个pass呢 拼到一起了 它是不是相当于会 操作这个文件呀 当前的路径下面 这个文件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它是怎么操作呢 A加的方式 A加是什么方式呀 A加是什么方式呀 加是什么呀 A是追加加是什么呀 B才是bit 加是什么呀 加是不是可读可写啊 这么简单的wall啊 加就是可读可写吧 加号码 正常情况下 只可以追加嘛 只可以往里写嘛 在写个加在上面 表示可读可写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A加的效果哈 表示现在它既想 往这个文件里面 读内容 也可以往里面写内容 对吧 然后它现在打开它之后呢 把文件操作服务 移动到D0个 用D0个之后呢 干什么呢 sell the fingerprint update 更新了 出进去 更新什么呢 xstrip rstrip 这个地方 rstrip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切除 右边的空白字符呀 for x in x sell the fail x是不是在它里面了 相对姿势干什么呀 是不是便利它呀 for x in 7 sell the fail 是不是读它里面的每一行呀 每一行都切除掉 右边的空白字符 那得到一个非空白字符 就是我们的指纹 它把这个指纹呢 更新到了sell the fingerprint 说明这个地方在做什么呀 这个地方它是临时的干什么呀 或者说是 帮助我们把数据存在到 request in 里面 把我们的指纹存在到里面 修了 对不对 如果有这样的路径 那么这个开始的时候呢 就会读这个文件下面的 这个指纹 的文件 读文件呢 然后把里面的内容呢 全部放到这样的集合里面去 放进去了呀 Intel执行完了之后 才会执行其他内容 对吧 那放进去之后呢 再做后面这个事情 如果这个file存在 它会把 从往这个file里面write 这个东西 那是什么呢 fp加os9cell fp是什么呀 是不是刚刚达到的 这个乳客 对象的一个指纹呀 它是不是这个时候 又往里面写的呀 所以刚刚在这里读 现在有点写 是不是又同时读 又同时写呀 所以它用的是a加这种方式 对吧 是不是 a加这种方式 往里写这种呢 那写的时候呢 它除了写指纹 还写的什么呀 还写的这样的东西 os.9cell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呀 不清楚的话呢 我们在这已经破了一下os 对吧 这os提供的吗 -n 这是什么呀 矿床符对不对 它在windows下面 windows下的矿床符是什么呀 windows下的矿床符是gp inux mark下面是gp 在这不统一的对不对 所以他并没有使用一个-n 而使用一个os.9cell 就能够保证 即使在不同的平台下面 他都能够成功写这个换行符 明白吧 所以后续大家想问的时候呢 也可以不写gp 就写os.9cell是可以的 那么写了之后呢 相当于加入了这个处计 然后做了一个换行嘛 对不对 是不是呀 下一次再写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写到下一行呢 在下一行之后呢 它这个地方由close看见了吗 close就是当我们这个调漏器 将去从内关闭的时候呢 它会把这个文件呢 保存close一次 关闭一次 就是sevfile关闭一次 是不是我们的指纹 就相当于都在 这个路径下面的request scene里面 是不是这样子呀 在个more情况下 它这个地方是难指的 优的什么呀 优的是不会做后面的操作的 优的也没有这个操作 对吧 是不是呀 因为more情况下是难指嘛 所以pass没有 sevfile没有 file没有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不会写呀 所以more情况下 它的内容呢 都会保存在这样一个 集合里面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是不是都会保存在集合里面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之前说scrp release 它在当前这次起动里面 确实能够实现 UIJ的去从 但是呢 当我们爬虫 重新再执行一次的时候呢 之前去从内容 是不是都没了呀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它的数据和它的指纹呢 都是存在于集合里面 对此的集合里面 关注之后呢 都没了 消失了 被回收了 对不对 那下一次再起动小的人呢 又是新的一堆内容 所以说它是不能够实现持久化的 那为什么我们scribe release 可以实现持久化呢 因为我们scribe release 把这个指纹 存在到我们的这样一个release里面 release本身可以去从它 对不对 它每次都从release里面读 带爬虫的领快对象 去通过release来判断 这个release对象 到底之前也没有抓过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 就可以实现这种持久化的呀 那么刚刚给大家讲的呢 就是关于我们的scribe release 到底如何来实现 我们的去从 来实现持久化的 那么这块内容呢 我们也把它放在 我们的课件上面 在课件上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首先是pipeline 对吧 pipeline没什么好处的 就是这个processitem 帮助我们去处理数据了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是这样的 processitem这个方法 然后呢 往这个key 对你的key这里呢 超过数据了 这肯定是个列表 用这2push对吧 然后呢 关于去从的话呢 它是这样去从的 我们也放在这里了 首先是requestitem 对不对 判断release对象是否存在 如果 它存在就返回一个true 不存在来返回force 对吧 然后呢 指纹是怎么判断的呢 怎么生成的呢 它首先通过这个 scribe it提供的 requestitem这个方法来 使用scribe 把我们请求方法 请求url帝址 请求体 进来自加密 加密之后呢 生成一个使用地址 自付串 然后返回来了 这就是requestitem指纹 对吧 这是我们scribe it 如何实现去从 如何成呈指纹的 那么在google系里面呢 也是一样 它决定这样一个 requestitem什么时候 能够入对 对不对 那么非常清楚 当这个url帝址 是一个全新的url帝址的时候 它肯定会入对 之前要是没有遇到过 它肯定会入对 那么当我们在google系里面的时候 把动态filter 支回处的时候呢 它也会入对 对不对 那么styleurl帝址那个地方 由于它东西非常的为处 所以styleurl帝址呢 肯定永远会入对 因为不软的话 styleurl帝址 压根就不会请求 那后面的程序 压根就不会执行 对不对 所以程序的压根就 开启不了 所以说styleurl帝址 里面的url帝址 都是会入对的 所以这 有这样三个地方 都会入对 style的地方都不会入对 对不对 这是我们刚刚通过 它原码的一些分析 那么重点是在这样一个 下万里的地方 通过这个地方 我们能够学习到 后续如果想 我们在自己的程序里面 对我们自己的数据进行去重 或者对我们自己想 去重任何数据进行去重 后来 都是可以通过这种系统来的 我们都是可以 把我们想去重任何数据 通过下万下万的 mdip成立一个字符串 作为它的指纹 把这个指纹存在于 我们的redis集合里面 那么后一次 再来生成一下这个指纹 后一次数据 再生成一个这个指纹 它能跟指纹 是否已经存在过 如果存在 我们就 表示这个数据已经存在过 就不再往里存了 如果不存在了 这个指纹不存在了 就表示 这个数据之前没有存过 我们就应该去存进去 对不对 不光这个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去重 理科的对象 也可以帮助我们去重数据本身 这个刚刚是不是给大家说过呀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课的学习的内容 就关于 我们来分析了一下 sqres的 sqres的一些圆码 那么大家下个休息视频 再见